大家好,今天是2月13日,今天是星期二 大家看到封面的颜色,也看到中国文心,香港文心提前 祝大家读者新年快乐,九年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鸡连还有两天就过去,接下来就是九年 因为星期四会去一个短的旅行,去几天 所以我不知道星期六能否出现,所以提早跟大家拜年先 亦都有一些,做了这么久,有一些个人的事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悼念大埔公路的四伤者 这件事仍是 ongoing,因为还有一些在深切治疗部,仍在抢救 今早特区政府都下半期致哀和默哀 看到很多香港的市民捐血都迫爆了 另外也有很多慈善机构,暂时听到的数字是四千多万 我相信短期内来说都可以足够应付 香港人其实是很有善心,很有爱心 这件事我觉得是相当恩惠的,我们也希望在医院危台里面 快点度过他们的危险期,在春节之前就希望他们快点转为稳定 有些可能是有些永久相残的,也希望他们的病情越来越好 中国文心,香港文心其实是16年尾开始做的 为什么会做呢?因为第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在两份工之间 即是说离开了一份工,现在这份工未上工 有几个月时间空闲 为什么空闲又会做这件事呢? 原因就是因为一向来有一些事情都有一点看不过眼 比如政府做的决定 经过14年尾的占中之后 社会是很分化的,很撕裂的 一些错的道理被说为对 一些对的道理被说为错 你又标签我是黄丝,我又标签你是蓝丝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机会给一些人出来说一些持平的东西 就是,是对的就对,是不好的就不好 就不要倒转来说,一直都想找这个机会去说 然后Youtube就有很多网台 其实一向都有的,不过不是很出名的 然后有很多很多,我自己觉得 既然有空,那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又没有出样子,胆粗粗试一下 我记得最初是说梁综行游蕊精 然后就一直说特首选战就说到现在 我都不记得出了多少个视频 一年半 我想是已经出了百五百六个了 那在最初的时候呢 在很初期的时候 等于我们的创业 或者做人努力一样 最初很少 没有人听也有 我试过十几视频 可能那些是按了下去 都不知道这个人说什么 那立刻就飞了 但是后来有百多,二百多 到现在 普遍都过千视频 甚至有一些,我看以前那些 是过万视频 以一个 直直无名的人来说 那已经是相当之不错 但是我也要说 其实做一个忘台 在香港是不容易的 绝对不容易 大家看到 譬如说 最top的那些 譬如D100 或者是MyRadio 那其实他们都有 或者是 蕭先生 其实他们都是有很大的贊助 很多 就是很多钱在背后支撑着 特别是蕭先生 那些办公室很漂亮 又可以卖东西 又可以卖东西 D100 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大班 对不对 那 MyRadio 之前有欧文 也有些金主 现在没有了 整天都叫你交月费 的确是不容易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说 河子江 去了加拿大之后 其实背景应该是一间房 就在螢幕里面 变了政治揭露 正经揭露 喝一口水 先喝一口水 譬如大家看到茶记 在车里面 在车里面 我也理解 因为你真的不容易租一个写字楼 租一个地方 譬如说阮师傅也想出自己的节目 强哥也想出自己的节目 当然有一个地方去录 有一个背景可以换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租过普通的写字楼 怎样都好 8-9千元就不掉了 那你没有后面的人去支撑 没有后面的水猴去支撑 是很难做 但是这个也是 我跟着在中国文心 香港文心上说 就是说 有些事情我们想去做多些 因为常常都硬照 是很悶的 就是现在 一个这么活动的年代 应该要多一些活动的东西 就是走出去区里面 或者是国内 或者是 去做一些所谓的记录 就不是说硬照 就是观众会觉得很沉悶 包括我自己也是 07年底出了《香港财经R》 《香港财经》是很容易做的 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 不止有新的东西 如果你那个 我相信很多读者 看香港财经R 都是因为中国文心 香港文心过去看的 OK 那我首先 很充心多谢大家 那 比较少的 外面有的就是 有一个投资组合 出来给大家 很多都是不敢公开他的 投资组合 那我自己觉得 这个我自己不断都在做 那我不怕公开 但是 也有很多 在报章上的投资组合 其实他在中间已经整个仓更换了 很多是 譬如说 金钻 譬如说 这五只强势鼓 我加了一个仓 好了 这五只强势鼓 没有了 根本上整个仓都没有了 他就开过另一个仓了 那我们就不是做这些东西 但是 当你不是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的难度很大 因为你一个仓 慢慢去 加入一些股票 或者是减少一些股票 持现金 增持 减持 对一些股票的分析 你要保持一个仓 四五年 而这个仓 每一年 他都赚 可能15-20% 是很困难的 是绝对困难的 我自己在股票市场 我和你说都接近二十年 差不多十七八年 都觉得是很大难度 有很多 其实他就是 当你那个 投资组合里面 是OK的 帮他赚到钱的话 他就看你的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当然 我也是在学习之中 所以 出香港财力R 在我来说是很容易的 股市大部分 每天都有人在 狗说 但是 我们都 我们都快说 OK 但是 我们不是经常出 因为经常出 就没有那么多话 例如 今天市场上升很多 我都没有话 我都没有话 那我就不出了 到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出 那会是一些好些 有突发的事 我才会出 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2018年的展望 六十年后的展望 就是 希望 扩大我们的圈子 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 落区 拍一些 关于生活上的东西 或者 甚至 如果我们去 别的地方 旅行 我们可以把某些 风土人情 拍回来 中国的环境是怎么样 外国的环境是怎么样 就是做一些实景 去说 又不想太多 适当地加进去 那这个是 我自己想说 作为 就是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2018 实景 现场的一个 构思里面 一部viewcam 不是很贵 那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我们希望每一年 都有少少进步 给大家 我已经在2017年 出了《香港财经厄》 那 希望 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亦都有一个 这样的可能 加一点 还有 其实我很想出多一个 香港 就是说 就是 流云R 是去不断 访问一些新的楼盘 现场体 或者 中国里面 但因为我们始终有正职 一个星期 其实六三晚都很吃力 因为要搜集资料 所以我们会尽量去做 希望今年可以突破到 带多一些好的东西 给这么多位论者 我昨天看到的留言 很好笑 其实我一向都不block留言 我一向都不block留言 除非是那些 真是很恶意的 粗口那些 否则我也不block 那我看到 居然有人 他说我的 广东话 说得不好 我一点都没有生气 我很好笑 因为几十年都没有人 说我广东话说得不好 哈哈 还有如果大家有 看那个留言 那是一个简体字 可能是国内的朋友 那我都 我都想想 我自己的广东话 如何可以进步 但是呢 我也很感谢他给我的意见 但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因为 写得太多网络的东西 那些中文呢 我觉得真的 不堪入目了 譬如说 连我都不知道 他不是用 艇仔边做过车字那一年 他是用一年两年那一年 吞吞吐吐吐 他就写了 藤藤吐吐 就是 非藤的藤 那些呢 如果你是一些 譬如 WeChat WhatsApp 里面 你都还可以用 但正常 不会用一个 比原先字 複雜的字 但是 如果你真的 打字 写出来的话 真的 不要打这些字 或者 就是 我觉得 香港 中文水平 是很严重的 下降到 就是 我们 小孩子的时候 已经被我们的老师角 说 你这些中文那么差 现在这些中文 写出来 是不写得出来的 就是 不是被人笑 你 是笑整个香港 或者整个中国大陆 或者是中国人 哇 你的中文水平 连小学生都不行 第一 我希望这位不是打手 如果是打手的 麻烦你找一个 中文水平 都有那么多的打手 这个 真是 宜笑大方 我们都不希望 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 他是不知道自己错 你很明显看到 他不知道自己错 他还觉得自己错 我觉得 我有责任去指证 麻烦你 看凡体字是怎么写的 跟着才学过简体字 就不要 是音 同音就写下去 那就真是笑死人 你去指责别人 你连你自己的中文都写到一塌糊涂 你怎么指责别人呢 我希望 很多我现在看到的 wechat 微信 那些中文是吓死人的 希望大家 如果是年长一点的 教你的下一代 如果年轻一点的 麻烦你找一本书出来看看 看看那些书 或者报纸上面 所说的中文 学过一些 好过跟那些网络中文 网络中文都不要紧 你知道原先怎样 人之对就可以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不对那些 你当对 那就是笑死人 好吗 今天就短短地去到这里 祝大家 九年化乐 身体健康 好吗 那可能会农历年 就是年初一打厚 才跟大家见面 那希望大家 还有两天先过年 那希望大家 那希望大家 垂直化乐 那希望大家 新年进步 那因为星期一 年初一的花车巡游 还有的 但因为这个大埔中心的事件 大家应该都知道 年初二晚的烟花是取消了的 希望大家知道了 好吗 那 九年 再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 九年进步 鸡年和平 这样过去 九年进步 九年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好吗 拜拜 好吗 你说话 好吗 点心 我